磨合的狀態如何 那也請小畢來到了主播台 那我們恭喜這個風雙馬連續拿三天拿下的勝利 那小畢談一談 今天的比賽 雖然在第三局感覺有點亂流 不過大家到了第四局還是把心情穩定下來 很順利的拿下三連勝 先談談今天的比賽 首先我們會勝利是因為 我們發球有做到針對 有破壞到對方的劫發球 這樣子會比較少快攻 然後可以就抓重點的像是羅文鳳或是邱瑋浩抓到這兩隻 對 然後我們自己該做的東西也都有做出來 是 好沒關係那談一談 接下來因為我想除了這個登風造型之外 最重要的還是聯賽的部分 那你今年也擔任隊長 那如何來把大家的士氣給這個維持住 然後跟學弟們之間那個默契的搭配 慢慢怎麼培養 就是可以多出一點聲音 學弟比較沒有經驗的話 我可以多幫忙一點 因為我青年是有在場上的 所以我多出一點聲音 多幫忙做一點他們比較做不太到的事情 要多cover他們 是 那談一談因為你從U18回來 那也到了國際賽場上 對你有什麼時候幫助 國外選手真的都非常的高大 我現在這樣子算國內算還不錯 對 我出去國外都還要 賽事一般 對我還要抬頭看別人 哈哈哈 所以確實是也有打開也讓你 你回到台灣之後 應該在不管在心態上 或說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 接下來要如何來加強 有 手法還要再多練一點 然後出手的速度 因為對外面都很高大 這個還要再盡盡自己 好沒問題 那也恭喜這個風箱拿下三連勝 祝福這個碧中原 能夠越打越好 那這邊請觀眾朋友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回到最後的獎品時間